请将部长 党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我们院长的这个十大民院的这个统计 第一个就是都会区的房价过高 我想都市计划 营建 土地都归内政部管 那所以对于都会区的房价过高 造成很多买不起房子的民院 我们内政部有什么办法来处理 是 向委员报告 在院长正式重视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密集的会商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包括分区分段征收 分区征收 以及那个结印配合的开发 还有对既有的新市政开发计划的再加一把劲 解决交通的问题等等 来促使我们都会地区的房价 稍微能够得到一点横平 那你是把供给面增加 都会 需求不会减少吗 需求不会减少 不会减少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就想办法把供给面增加 是 那台湾的土地也就这么多 是 扣到山上 平地的有限 所以我们要往外围 稍微要往外围 再怎么样围 再增加公共设施 还是有限嘛 所以都会区基本上的房价要降低很难 都会区本身不容易降下来 因为全世界都如此 但是在都会区的临街的地区 我们应该要创造多一点的便利的交通跟完善的公共设施 这样才能够使那一边成为适合居住 并且房价不用太高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具体的计划 在准备目前要开发多少 我们有几个计划 我们有几个计划 有几个方案 但是现在还不到成熟 对外面公布的时候 所以在行政院的内部作业 所以现在已经有开始计划 那当然没有公布 没有成熟之前 我们也不能公布 一公布 这边土地又开始炒起来 对就马上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 那可是相对的一些公共设施 就要先配合好吗 我们其实连这个地点 都还要做一些讨论 那我可以很坚确的跟委员表示 就是我们真的有做规划 大概以大台北地区来讲 我们至少有三个以上的地点 我们有在规划要怎么样 来创造这样比较平价的住宅 来自用 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开放中资 可以到台湾来买不动产土地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的房价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蛮专业的一个问题 像委员可能就比我还清楚 当然有很多人担心 会有炒作的问题 可是另外一方面 中资来台 我们之所以会形成为 最近的这些政策 是因为一方面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外来的投资 这会对台湾整个经济繁荣有帮助 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中资来台 对于台湾的这一个 不管是土地的使用的利用 或者是城市风貌的这个改变等等 改善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这里当然是有利益 我们现在台湾的土地本身自己就不够用了 如果大量的中资进来 买了土地买了房子 对台湾的房价还是会继续上升 我们再开发更多的新市政 也可能应付不了 虽然部长你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只是核准了时间 土地大概只有600多平方公尺 那大概核算只有200平 那房那个金额就1800多万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以这种金额来算的话 我很怀疑啊 难道一瓶不到十万块吗 台湾哪里有这种地方 买一瓶不到十万块 所以他这个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200平才1800万 有的是乡下地区的 对在乡下地区 因为台北市有一件啊 台北市也有两件啊 对不对 那高雄市也有一件 高雄市有一件 对台南市也有一件 光以都会区来讲的话 移动房子就不止这个1200 1800万啊 因为这些面积都很小 对啊 面积再小 也是要以台北市三几平的房子 就要1800万啊 所以可以说这一方面 其实还没有出现那个 对 那因为你这才开始嘛 是 那如果将来大量的进来呢 因为现在很多 对不对 到大陆去 这个 我这边到希望 大陆的资金到台湾来 买他们都市的土地嘛 对不对 很多我们去招商去嘛 对 对不对 那所以将来对于台湾的房地产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 会不会因此而造成炒作而上涨 在大陆来讲 在他们那边买房子 只有所有权 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对不对 因为在台湾来讲 是卖的话 不但是使用权 连所有权一起卖掉嘛 虽然你现在规定说 你在手上不能超过三年 那如果万一他的 他我投资一样东西 我并不只有三年啊 我可以给你长期投资 长期收购土地 不晓得到了哪一天 大陆所拥有台湾的土地 比我们台湾所拥有的台湾土地 还要多的话怎么办 当然基本上那个情形 是不会让它发生 但是就如同委员 以及刚刚也有别的委员 关心的 就是我们在总量管制上面 是不是在现在 就先设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觉得这一点 是可以慎重考虑的 那我也很清楚 我们所有一般的老百姓 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们都很怕 将来整个房地产 如果炒高的话 我们的后代子孙 买不起房子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谨慎的来衡量 这样一个政策 它带来的好处 跟它所必须付出的 代价之间的权衡 因为大陆的他的资金 如果要集中在一点上面的话 那他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尽管会来想说 如果是入资到台湾来买房地产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融资五成 百分之五十 你觉得适当不适当 包括委员 我不便评论金管会的政策 你不便 可是你个人来讲的话 你觉得适当不适当 政策方面没有个人的问题 我们各部会负责自己所主管的 像我们负责这个不动产的买卖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要说明清楚 但是融资的部分 是应该由夜管的机关来说明的 我是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 入资到台湾来买房地产的话 我们不应该给他融资 不应该给他融资 而台湾的到大陆去买他们的房地产 经商的话 他们给台商的融资也没有到 没有五成 我们怎么可能 为什么要比台商到大陆去投资的融资 我们给大陆 给入资的融资还要多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 那这是不是在帮助大陆来炒台湾的土地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将来十大民怨 是不是这个房地产 买不起房地产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问题很难解决 你在开发新市政 他们如果我们再融资给他 让他来买我们房地产的话 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啊 而且呢 依照这个金管会鼓励移民同资 那他只要在台湾投资 三百万到五百万的美元以上的话呢 就可以享受台湾的永久居留权 那如果大陆资好像说是也可以 而不受到一百八三天的限制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到台湾买块土地 他是不是就有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呢 目前还不到 这个居留权的问题是归你内政部管的吧 对 那你给不给他居留权 我们现在没有到一年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 最高上限都其实都是 还不到一年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出境的 那如果他照金管会的说法 投资三百万到五百万的美元的 不同产的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 向委员报告 我先前看的资料是有一个 针对外国人三十万美元的 但刚刚委员所讲 这个三百万这个我还了解一下 对 如果是有的话呢 那你给不给他的永久居留权 首先我们同仁跟我讲是说 大陆目前是根本还没有 准许这样子的情况 就永久居留权 因为那个三百万或三十万的美元投资 目前没有 那么委员询问说将来会不会有 就是我刚才讲 我们了解一下金管会是不是有对外 宣布这个政策 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来龙去脉 那可能再做一个正式的说明会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金管会他可以管我融资给他几层 可是如果要给他永久居留权 那一定是内政部的 这就是我们的 那到现在来讲 并没有 金管会没有跟你内政部来做沟通 没有 我们在永久居留权这边并没有放 好 那如果他来跟你沟通的话 你会不会放 外国人还不 可以的 我们会跟金管会好好的沟通 我刚刚就是向委员报告 刚刚我向委员报告所讲的 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这整个措施的那个配套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这一边对于今天所讨论的其实比较不是属于 比较外国人那个大量的投资金额的那种情形 那如果说这一部分是未来可能形成的金管会的政策的话 我们会去充分的了解 因为金管会的说法他是不排除 不排除 不排除中国大陆 是 那所以如果不排除中国大陆 所以在金管会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包含在里面 可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内政部 是 我这种是跨部会 所以我希望部长针对这个部分来讲 应该要很深重 很感谢 不能说是因为他到台湾来投资了300到500万的美元 你就给他一个永久居留权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将来我们管理上面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的互证是有电脑化了 我们互证的电脑化 有没有跟其他单位做一个联系 做一个联系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民众给我们反映 他办自用住宅 他的户口签进去 办自用住宅 可是有的时候为了孩子念书 他把户口签出去了 等到五年以后 税监单位说 你这个事不是自用住宅 要改成一般住宅的税率 然后一抽抽五年 那民众讲了 那你第一天告诉我的话 我把户籍搬回来 就没有往后四年的问题 那税监说 我没有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户政单位 如何跟其他相关单位 把这个电脑连线 让户籍签出资讯 很明确的话 那你税监单位就没有理由说 我到第五年才知道啊 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做到 好 很感谢委员提出的这个建议 我们应该还是用户政 因为电脑资料的那个互通的 这一部分很复杂 有些资料互通 有些资料不互通 所以我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麻烦委员 再把这个情形 给我们详细的资料 我回去会请我们的户政单位 来研究一下 我想这是一个通案 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 当然不是个案 那部长您用数据给我打付 我们讲的是 那个情形到底是什么 好谢谢委员